记得就是先画一个圆嘛 反正这个圆是最基本的 那圆的大小就是35除以2 35除以2 那刚刚有同学问说 为什么35除以2 应该知道 因为它不是70嘛 那70一个的话不就35吗 那它因为我们要是半径 半径不就在除以2吗 在除以2的话不就enter 这样就是一个小圆 那再来呢我们就用旋转 不过旋转之前我建议是先选物件 如果你不先选物件 它就会要你下一次要再选 所以我们先选它 选它之后按旋转 旋转之后呢 基准点就是四分点这个 点一下有没有 再来呢 C C就是复制嘛 对不对 那记得那个输入法切一下 不然会感动到 C就是复制 然后呢再来几度呢 45度 enter 下一个就出来了 如果你没按到C的话 变成它转过去 就不保留原来的这个圆 那再来就是修剪 空白键 把这个删除掉 再按空白键结束 接下来把这个圆 已立成掉 正列有没有 选 这个如果物件第一次没选 没关系 还可以再选 再来